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百块钱呢 我也太不值了吧 那不然这样吧 姑娘 那你去问一下业主 看他愿不愿意跟沈厂长说一下小毛的事 我去 怎么 帮个忙吗 好吧 他我可不认识啊 我这是帮你忙 好好好 谢谢啊 但是 怎么 你得把这门给我看好了 千万不能陌生人进去 进去之后我不但奖金没有了 还得扣10%的工资呢 好了 好了 知道了 放心吧 行了 我去了 等着吧 等着吧 好好好 郭梁 秋山 转苗在吗 不在 他不在我家坐了 昨天走的 走了 什么啊 他是为了躲避那个乡下来的人吗 我不知道 他没有说 怎么 那个逼他结婚的人来了 是啊 就在楼下呢 就在下边 我是谢谢你的 走 就是这位沈先生 你好 你就是那个村长的儿子 抓腰厂的老板 是是是 小苗不在我家做家政管 哎 那他去哪干了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就是知道我也不告诉你 我都要问问你 你凭什么应比小苗结婚 你这个年龄跟小苗结婚很不合适 人家小苗是小姑娘还要考大学前途光明 你三番五次来逼婚 你真的太不要脸了 哎 你这个东家 你不但管保姆的私事你还骂人呢 遇到不平的事人人都可以管 你利用你父亲的权势 依照你自己有钱 逼得一个姑娘离家出逃 逼得一个姑娘惶惶不可终日 现在你竟然又追了出来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眼里还有没有国法 青瓜难断家务事 你是个外人不了解情况 就别管了啊 我要管我非要管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来我就揍你 你还要揍我 不信 你试试 我告诉你 我和小苗的婚结定了 我要是高兴 到那天 我给你送喜堂来 你试试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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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偷动 好了 放开啊 沈南大 沈南大 把哥老哥 把哥 把哥 沈南大 刚才的事啊 千万不要在意啊 这小苗家的主人呢 脾气不太好 说一不二 但这人呢从来不说谎 也不怕说真话 他刚才说小苗不在 那肯定那就不在 是 我相信 我相信 沈南大 有句话我倒是想问问您 你说 八年前你把女儿给丢弃了 为什么现在又要回来认呢 难道你到现在突然又有了父女之间的感情了 兄弟 你是不知道 那个时候 我年轻不懂事 男女的一些事情 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我的女朋友怀孕了 我压根不知道 后来等有了 生了 她又提出跟我分手 所以我们俩人 就商量了一下 把孩子就丢了 这样对待一个女儿 真是心魂手辣 是 丢掉孩子的当晚 我就受到了良心的谴责 我睡不着觉 敢到丢掉孩子的地方 想把孩子捡回来 可是到了那儿 孩子不见了 无影无踪啊 我后悔啊 我谴责了我自己八年 而且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种自责是越来越厉害 所以我现在人生最大的希望 就是能找到那个 身体里躺着我的血液的 我的女儿啊 谁知道 上次小妈妈来找我 告诉我了一个消息 说我的女儿活着 大苗带着 哎呀 兄弟 你们是不知道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心情啊 高兴坏了呀 真的我是高兴坏了 我是谢谢大脑 真的 我谢谢大脑对我女儿的救命之恩 我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能把我女儿带回去 好吃好喝 好喝好喝好喝的把她养大 我要让她上大学 我要让她受好多好多更多更多的教育 将来让她当一个真真正正的 对吧 对吧 沈长长 你这话说的 又对又不对 你说的对 是因为你对女儿有感情 你想对她好 可是你要把女儿带走的话 那大苗怎么办 念念怎么办 她们现在是母女 她们是有感情的 你老是说要感激大苗 可是你这样说 根本不是在感激她 你再是她要她的命 对念念也是 你这是伤害她幼小的心灵 已经八年了 你为什么不能再等一等呢 你等念念再长大一点 你如果你要感激大苗的话 你把念念继续给大苗养 等她把念念念养大了 你再来认她不行吗 国梁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你说大苗这个人这么坏了 我的意思啊 零多年年 给她一点 一点厉害 你这个人呢 就是喜欢公报私仇 这老看着大苗不顺眼 照你修德许作 对他们三个人都不利 对沈长长更不利 是是是是 沈长长 你看 如果你带个女儿 哪个女人 还愿意嫁给你啊 你再娶老婆的资本 和优势 就全都没有了 按我说的许作对你们三个人都好 否则你就是错上加错 你想一想 念念在城市里生活 各方面条件都好 对念念的今后也是有好处的呀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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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一棍子打醒梦中人呢 啊 你说的对啊 我现在把念念领走 那对不起大苗啊 啊 也影响我女儿的前途啊 是不是 我已经等了八年了 我再等十年 又怎么样呢 啊 那我女儿十八岁了 或者等她大学毕业了 我再来领她 那那也很好啊 兄弟 我接受你的建议 谢谢 谢谢谢谢 太谢谢了真的 太谢谢了 大爹啊 啊 你们这个小区的人啊 跟别的地方的人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看问题 很有深度 也很能服人 你就说 想要那个东家 他的话 很触动我的心 使我感到 我做的很不对 哎呀 我这次没有白来啊 思想上受益匪浅 哎大爹 咱们俩那个联盟 我看 就解散吧 啊 大爹你听我说啊 大苗一个人带个孩子 不容易 你呢 就不要报复他了 好不好 哎呀 大爹算我瞧瞧你了 好不好 好吧 好好好 太好了 既然你答应了 我就可以 放心的回去了 哦 你是 我已经决定了 今天 就回乡下去 你今天就回去啊 是啊 你看这真是 哎呦 你听我说 我乡下一个工厂 很多事情 那就这样 哦好好好 再见再见 兄弟 再次谢谢你 谢谢啊 谢谢别客气 那再见 再见 再见二位 好 再见 你兴沈的走了 大嫂小嫂没事 哎 伯良 没看出来你还挺能说回道的嘛 说那个兴沈的 心服口服的 不知道了吧 我最近一直在提高紫生素啊 你行了吧你 你看没看 Sheryl D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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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ng 小苗 那个沈开荣走了 回乡下了 你可以回乐家工作了 真的 不可能吧 等等 你在跟我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我知道了 小苗 你先回乐家去 沈开荣这个人 一向城府很深 是个笑面虎 我们先等几天看 看看他有没有动静 如果他不再出现的话 我们再回小区 好吧 等我回家再说吧 来 倩倩 一会儿喝点汤啊 喝酒吧 妈妈 我们什么时候回习业家 再过几天吧 咱们不用着急 你觉得沈开荣有诈 骗了大丁和国梁 国梁的个性 比较容易受骗呀 可是大丁很厉害 要骗他可不容易 再等几天吧 保险点 今天秀商给我打电话 说他骂了沈开荣一顿 他希望我回到他家去做 他对洛小姐说 我这几天请假 没事我不做了 小苗阿姨 乡下来的那个坏人要抓你 其实你根本用不着多钱 妈妈也是 也怕他 你只要帮小苗阿姨 把他骂走就好了 我们用不着多钱 大人有大人的想法 你呀就别操心了 吃你的饭吧 姐 沈开荣要是走了 我们还去张中兴那吗 去呀 真好 喂 二妹 喂 二妹 什么事啊 好的 我陪你去 你别在小区门口等我 你到派出所门口等我就行 我这就过来啊 姐 去派出所干什么 过明镜找二妹谈话 她要我陪她 大苗姐 二妹 走吧 你们坐吧 坐吧 坐吧 二妹 金银夜总会的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 他们看似正常经营 暗中却在搞色情活动 顾明镜我没有做那种事情 你还有另外四个女孩子都没有参加色情活动 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 叶总会取缔了 现在呀 他们那些人全抓起来了 二妹 这个是你的培训费欠条和身份证 你拿回去吧 对了 他们还欠我两个月的工资 八千块 能拿得回来吗 哦 他们的财务还在清理中 等清理完了 肯定会还给你的 谢谢顾明镜 大苗 那个色情夜总会能够被取缔 你是立了工的 我代表执法机关向你表示感谢 你的建议有为 值得赞扬啊 我们是好姐妹吗 是啊 你们农村小姑娘出来打工 就是不容易 有你这样的姐妹在 他们要容易得多 也安全得多 我那会儿刚进城的时候啊 他们也帮助过我 帮助别人 有时候要受些委屈 罗小姐的狗 二眉的项链 都使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呢 我没事 只要事情搞清楚就行 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大苗 大苗姐 这次真是谢谢你了 行了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赶紧去吧 那我走了 嗯 姐 都已经四天了 沈开荣一直没有露面 肯定是回家乡去了 应该没事了 那你的意思是 你想今天回乐家去 行吗 也行 那你先把念念送去学校去吧 哎 先生 您找谁啊 我找 退销商品的吧 是是是 我们小区不能退销商品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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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去去去 在那边 在那边 不好意思啊 帮帮帮帮帮 这是我的规定 那我叫这个邮同里塞云可以不了 你往哪塞都不行 快 赶快离开我们小区 赶快离开我们小区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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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不良 大姐 赶紧回去休息吧 谁啊 那个人 退销商品的 小苗 回来上班了 嗯 您是该回来了 自从沈开荣 上次被我们给劝走了 再没有出现过 我估计他已经回乡下去了 看来沈开荣啊 还算懂得道理 说事情以后再说 你跟大苗啊 可以放心了 小苗 你回来了 我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 来小苗 快进来 快进来 来来来 我帮你啊 小苗 小苗 真不好意思 我不辞而别 现在想回来就回来 我这个做保姆的 现在太不守规矩了 不 你很守规矩 你走的时候 给我打了电话 而且我爸爸和姐姐 他们也能够理解 现在你回来 是我提出的 只是 以后你有什么事情 要跟我商量 我不会让你受人欺负的 嗯 我先去给你煎药 不不不 我们现在就复习 你现在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考上大学 只有考上大学 你才能真正地改变你的命运 你等着 小苗 你的衣服 上次 我们说夫妻地理 你把课本打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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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什么要躲呀 妈妈江下来个坏人 要抢小苗阿姨 我们就躲起来了 抢小苗阿姨啊 为什么 让她回去结婚 哦 那现在呢 那个坏人抓不到小苗阿姨 回乡下去了 哎呦 是这么回事啊 妮妮啊 来 你先做功课 好 葛老师给你吃点心啊 啊 来 喝好的啊 哎呀 葛老师啊 谢爷爷来电话吗 来呀 天天都来呀 来 擦擦手 吃饼干 谢谢 葛老师 听爷爷说什么啦 爷爷说啊 还在救人 今天她打电话来 你让我跟她说话 啊 因为我五天没跟她说话了 她在汉西救人 老是把自己忘了 我要叫她 注意休息 好 妮妮一定要跟她说 让她好好休息啊 妮妮的话也爱听 是吧 快试吧 快试吧 外婆 您睡着了吗 你进来我就听见了 那个男人走了 大苗和面您 他们都没事了 他们已经回到谢医生家了 您就安心吧 那个男人知道了大苗的落脚点 总是不好的 他什么时候想着要来 他就来了 大苗和念念 是躲得了今天 躲不了明天 我在想啊 大苗应该领着念念 离开谢家 让那个男人找不到他 大苗很聪明的 这他肯定知道 郭梁啊 你说你那天喝醉了酒 和那个乐丽川 睡在一起了 外婆 不是说不提这件事了吗 你怎么又说起来了 这里头有问题 你头疼 一般情况下 发病以后 你身体很虚弱 就想睡觉 一觉睡到天亮 中间都不会醒的 这外婆我知道啊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你怎么会醒的 我也不知道 大概是发酒疯了吧 你说你发酒疯 那那里窗黑跑啊 他说 他说他认了 我怀疑 你们根本就没事 这都是他故意安排的 为什么呀 他要报答你 你拒绝他了 所以他就来这一手 这又何必呢 他要报答我 也不要安排得这么肮脏吧 这样立川也太丢人了 他不会这么安排的 是啊 那又何必呢 郭梁 乐静元的蝴蝶兰 你查过了没有 还没有 我最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外婆 您是不是也怀疑 乐静元就是开车的人 他们乐家对我太好了 送我钱 送我工作 还送我一套一千万的房子 现在还要送我老婆 他们这么做 是不是太过了点 现在把所有的事情联系起来 就疑问了 是不是啊 你分析的对啊 你看 他们对你好得太过分了 这一过分呢 就让人一起一心 乐静元对我有愧 所以支持立川这么做 可是立川没有必要牺牲他自己啊 现在的子女 哪有这么听父母话的 不行 我得赶快把这事弄清楚 那真的来不及了 怎么来不及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又是你的病 外婆 是立川 她在催促我结婚呢 我不把事情弄清楚 我不能结婚 我不能解婚 我再接 葛老师再见再见 快走吧啊嗯再见 哎呦小心一点 再见啊嗯 走了 发去上班 我要说说哎念念 去上学啊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去办本护照吧 护照?什么护照? 出国护照 你、我、秀山 我们去欧洲旅行 出国旅行? 你不是说过你什么都不想想 只想开开心心地度国这一年 我陪你 开开心心地玩 玩个痛快 我不去 你去上班吧 为什么? 为什么不去呢? 雷小姐 我连在国内玩的钱都没有 更别说出国旅游了 要出去玩 这钱肯定是你花 你花钱让我玩 我很不开心 我要花女人的钱出去玩 我更不开心 郭梁 你不要把我的每句话都不单话 你忘记我们之间的关系了吗 难道你忘了吗 我没忘 你去办护照 我好像是该对她负点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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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了 憲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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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誰 你看我是誰 好好看看 我就是你 念念 我是你爸爸 爸爸 你是我爸爸 是念念是的 我是你爸爸 我怎麼才能相信你呢 你不相信 哦對 在你懂事之前我就離開你了 所以你不認識我 你媽媽沒跟你說起過我嗎 你們家裡沒有我的照片嗎 你媽媽還是不肯原諒我 念念 我找了你媽媽好幾次 要求看看 你媽她不讓我去 你媽沒跟你說過吧 啊沒有 爹爹 爹爹 爸爸好想你 我也好想爸爸 我們同學都有爸爸 又是我沒有 而且他們以前老說我是失身子 我難受的要命 誰說的 你告訴爸爸 爸爸揍他 是我們班叫遊樂天和不明明的話小子 走 你把他們指出了 爸爸揍他 爸爸給你出去啊 走 他們以前罵的 最近我媽媽和謝爺爺都跟老師說了 老實批評他們 他們不敢說了 爹爹 從今以後沒有人敢欺負你了 因為你有爸爸了啊 你說你是我爸爸 你憑什麼說你是 啊 爹爹 你看 你看 這是我和你媽媽以前的合影 念念 爸爸和你媽媽是在中學時候好上的 畢業後不久我們就有了你 可是那時候爸爸年輕不懂事不想結婚 你媽媽生氣了就帶著你跑到了這個城市 你 念念 念念 爸爸錯了 爸爸後悔得要命啊 爸爸找了你和你媽 八年啊 念念 這八年 我只要一想到我沒見過的孤兒 我做我 都覺得我 你不懂嗎 我又想到我了 你不懂嗎 你不懂嗎 你怎麼想到我媽媽 你看我 你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念念 爸爸太想你 爸爸你真壞 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来看我们 念念 爸爸错了 爸爸错了啊 你知道我妈和妈妈要多苦吗 知道知道念念 知道爸爸就是来还债的念念 让爸爸抱抱好不好 念念 念念 让爸爸抱抱好不好 念念 念念 念念好孩子不哭了啊 不哭了 念念 爸爸有钱 爸爸想带你和妈妈回家过好日子去 你能原谅爸爸吗 好女儿 念念 爸爸想带你去玩一会 你想要什么爸爸都给你买好不好 好 咱们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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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杜老师 苏念念的奶奶啊 你有什么事吗 我来接念念 刚才去了教室怎么没人啊 学生今天三点钟就放学了 学生都回家了 苏念念没有回家吗 没有啊 所以我来找找她 你说三点钟就放学了 是啊 那过去两个小时了 这怎么回事啊 大明 我是葛老师 念念在不在你这儿啊 没有啊 不会的肯定不会 她不会去同学家 就算去的话 她也会跟我说一声的 葛老师 我先问了小苗 我问了以后再跟你联系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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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妈妈不知道你来了 所以我应该回去了 我要问妈妈态度 我妈妈找不到我 她会着急的 念念念不着急啊 在这儿多玩几天好不好 你看 爸爸给你买了这么多好吃的 在这儿 都配对吧好不好 可想你了 我给妈妈打个电话 告诉她一声啊 妈妈 你知不知道妈妈的电话号码 知道妈妈现在在医院里 她带着手机 好你来播 你真的laimed 咻咻 咻 最好的 CN 我的爸爸 我口оз了 你就是了 你真的是沈开荣吗 是啊 我来人念念了 你不让我见他没有办法 我只好到学校去领他了 哎大苗 我见到了念念真是太高兴了 念念非常漂亮非常聪明 这都是你抚养的好啊 大苗谢谢你 非常非常的谢谢你 我的女儿 太可爱了 你想怎么样啊 沈开荣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念念不是你的女儿 你们俩毫无关系的 你这种行为是绑架 念念在哪你让他听电话 现在我要进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我不想让念念在同学面前觉得 自己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 谢谢你 沈开荣 沈开荣 念念 妈妈同意我带你几天了 你这种行为是早上 你这种行为是早上 我们都已经吃了 你这种行为是早上 你这种行为是早上 我这种行为还要是早上 就是早上 我是国家 你这种行为 讓他給我來個電話 你連在電話裡跟我說話了 他一定在沈開榮手裡 小苗 你去找大丁讓他想辦法 現在有事我走不開 我不能提前下班一分鐘都不能 你去找大丁快去啊 大丁你看怎麼辦怎麼辦啊 沈開榮沒走 怎麼被他騙了 這傢伙手段真是太狠了 他表面上一點看不出來啊 咱們上當了